現在為你示範土豆經銷存管理系統的一個自動備份功能 自動更新功能 看到我們左邊一個功能表 這邊有一個下載更新,我們點選它 好,這時候我們去點選下載 這個時候它會先偵測原單的伺服器是否有新的版本 好,我們現在看的是無法連線 無法連線代表說我們伺服器暫時還沒有辦法連線 那我們再按一次看看,嘗試看看 好,這個是需要時間的 好,現在已經偵測到有 目前有一個檔案需要更新的 那連下載的速度的話就跟你ADS的速度有關係 你的速度越快,它就下載越快 好,這時候它只需要下載一個,所以它就成功了 但是成功的時候它這邊有一個自動備份的功能 所以也就是說你下載的時候 完成它就會幫你備份 好,它這裡告訴你說,下載完之後你要離開系統 然後再進入它就會變成新版本 我們進來看看一下 好,這個動作的意思就是說 我進來之後它會變成新版本 然後這時候它應該會先備份檔案 好,這個是更新模式的,它在更換中 好,更新完成了 現在進入系統看看 好,這個時候就知道說我們現在已經換成 2009 9月3號版本了 093版了,好 好,為你示範 現在我已經換成功了 好,可以 好 好,可以